各位耕读堂朋友们大家好 吴忠诚冒险学校的朋友 飞行船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忠诚 今天是2021年的9月8号 今天跟各位聊话题 就是最近我在邻居 看到邻居的那个一个现象 我就博有所感 今天讲的就是家学渊源 还有沉船 我曾经讲过嘛 这上面有一大堆飞行 骑马射箭 风浪板帆船 戏曲武术 一大堆东西 音乐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我这个 耕读堂里面在推广的活动 推广的活动就是什么 就是希望说能够推广到 艺术杂根 艺术体育文化杂根到家庭 那我们在 以我1955年出生的 在台湾出生的 在军建村长大 那大家那时候军人 都是一种清贫的阶级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从小 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些培养 艺术方面的财情 没有发挥 那但是如果说你渴望的话 你可以自己在逐渐的满足 包括各方面 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因为这个我前几天看到 这附近有一个邻居有个小孩 是那个是祖母带的孙子 在玩 孙子那时候大概读幼稚园 还是读小学低年级吧 他在骑脚道车 那我就我看到他那个小孩 小孩那小孩骑的是那个后面 后轮有两个补助轮 就是就是脚踏车是两个轮子 但是他是后面两个补助轮 加起来就四个轮子的这种 就是给那个学习骑脚踏车的孩子 骑的 幼童 那我看到那小孩子就想骑在这个东西 想骑上一个大概20度的一个斜坡 可能只有15度吧 很平的平缓的一个 因为他骑平路的话已经骑惯了 在溜冰场里面骑 在公园里面 基本上没有什么颠簸什么的 那他现在想要骑一个比较突破 有点冒险的活动 就是骑一个斜坡上去 那15度吧 但是那个这个带他的这个祖母 就已经没办法招架了 就说你你你你自己看着办 如果如果冲下来太快 还是不要 这边有车子什么 反正就是因为这里没有很好的儿童 那个活动场所了 老人社区嘛 所以使得很多儿童 这个没有办法发现他多余的精力 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那我我看到那个那个现象 我一下子 这种这个好为人师的这个这个 鸡婆心态又又产生 但是马上我又压抑压抑下去 因为我的孩子在他同年龄的时候 我的男孩女孩 都是幼稚园的时候就会骑甲车 而且骑的尺寸是比他大的 第一天我儿子说 他骑甲车 我看他骑的很稳嘛 站起来骑啊 就是表示他就想要加快速度 我就我就说好 我们来把那个那个补助轮拆掉 我就把那个补助轮拆掉 拆掉一边 然后我就跟着他跑 我说来你骑看看 我发现到他已经可以完全可以保持平衡 没有问题 然后我就说 我就把另外一边的轮子也拆掉 就变成只有两个轮子 然后我就说来你骑 我就在旁边跑 那时候我才三十多岁 我现在六十多岁 六十七岁 那时候我就跟着他跑 结果没想到我儿子上去之后 马上就可以保持平衡 骑得好好的很 就在马路上面 那马路没有很多人 因为我在跟着跑 所以有什么状况 我马上可以发现 就他就骑起来 然后我就开始 我就站到远处了 他骑远了嘛 我就让他绕回来 八字形 S形这样子 绕来绕去 绕来 跑来跑去 他一下子很兴奋 他就会了 他妹妹比他小一岁 看到这个情形之后 他说他也要试 因为他的车子的轮子更小 而且我还记得第二天 他就要试 他那个车子也是四个轮子的 那他说他也想要骑两个轮子 叫我把那两个轮子拆掉 因为那个轮子很小 所以他们那个脚都可以 脚可以随时落地 绰绰有余 不会有摔倒的可能 就算车子倾倒的话 他脚一落地也就没事了 我还记得最清楚就是 我女儿 那第二天 我儿子会骑的脚踏车之后 第二天我女儿就主动要求说 把轮子拆掉 他要骑两个轮子的 那天他还穿了一个长裙 女生穿长裙子应该是不太方便 这个做运动 他穿了小球鞋 穿了长裙 他说要 然后我就说好 那我想可能要扶着他的坐垫吧 跟着他跑 跑一下子 没想到他上去之后 只有两下子这样保持平衡 有点失误 但是脚就落地了 不会摔到 也是完全都正常 接着之后 他就开始就S型绕来 八字型这样绕过来绕过去 然后跟着他哥哥一起这样骑 很快两三天之后 他们就已经很熟悉了 公园里面的上坡下坡 桥什么 他们都玩 都很利索 那种小孩子的脚踏车 不是用手刹车 它是倒刹车 也就是踏板往后转的时候 车子就会被刹住 而且刹得很快 可以急刹车 可以做很多特技动作 那这样子他很快就 两个人都会骑了 我就很害怕 他们骑到马路上就炫耀 我就警告他们说 我不在 你们不要骑 我在的上 你们在骑 而且只能在公园里面 还有运动场所 你们可以骑 其他地方不要骑 大马路上不要去 车子太多 你们反应不过来 耳提面命之后 他们遵照这个 但是同样的 我儿子在大概还不到一年级的时候 因为他喜欢新奇次级 我就让他尝试过 从滑流梯 滑流梯 滑流梯大概有60度斜坡 而且是磨石子 从那个上面 我把车子帮他抬到上面去之后 让他 让他就位之后 然后我到那个滑流梯的下面去 等他 他从那个滑流梯上这样冲下来 一般的家长一定看得吓死了 而我是主动的跟他讲说 你可以这样试试看 那个速度 突然来的那个加速度 一般孩子会受不了 但是我的孩子从小 因为有冒险基因吧 所以他玩的不亦乐乎 我女儿在旁边看的 他当然他不敢玩 但是我儿子就玩的不亦乐乎 再来我就教他如何翘鼓链 把前轮拉起来 用快速的方式 然后把前轮拉起来 然后还有就是定着 就是靠两个轮子 车子不前进 不动 保持平衡 这些东西是我们童年玩的把戏 初中的时候 开始街角色上学的时候 都玩这些把戏 骑到水锅旁边的那个砖道上面 非常窄的砖道上面 如果你如果你不能骑直线的话 想想要去公园玩 那个他的那个祖母就在祖子说 你去你去叫爷爷 那个叫爷爷看看他会不会带 他会不会教你 然后那个我就听那个小男孩 这个他的这个请求的那个话语 非常可爱 非常同志 他说 他说姥姥你都不教我 那个我叫爷爷教你 结果那个姥姥说你去叫爷爷教你 结果他去找他爷爷爷 他爷爷也没教他 他又回来碰了一鼻子灰之后说 我要你带我去公园 你不带我去 那个现在外面公园下雨 不能玩 那到楼下去楼下也不能玩 因为没有空间 我觉得这个才是蛮悲哀的 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东西呢 就是这就是所谓的家学渊源跟乘船 我自己小的时候就喜欢冒险 爬树啊 做很多危险运动啊 还有就是游泳啊 刚刚就讲 我这 我的孩子在在幼稚园的时候 幼儿园的时代 我就教他们学会游泳 这是游泳 我的游泳讲台啊 那这就是因为我父亲 教我哥哥 我哥哥交给我啊 然后再来就是旁边有很多国手 所以我们从小在那蛙人村长大 所以就耳濡目染 就是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觉得游泳很重要 那自己我深得其会 所以我觉得游泳很重要 所以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 我就让他们学会游泳 在他们不知不觉之中 各位如果你是个成年人 你现在在游泳的时候 因为游泳刚开始学的时候 就像你学风浪板会最 会落水一样吧 你学飞行伞中间 也会有狼腔的起步 狼腔落地等等等 这都没什么好糗的 学习就是进步 不断进步 如果你连第一步都不敢尝试的话 你如何进步呢 如何入门呢 没有可能吧 因此你要把这些入门跟这个进步 这个初级阶段要放得越年龄越低越好 这样子你以后你很熟悉 你不会游泳你怎么会潜水 你怎么会风浪板帆船这些东西 你游泳是最基础的东西嘛 所以我每到夏天我都要跟大家大声疾呼 鼓励大家下水游泳 学习游泳 同样的我刚刚看那个 我其实我发现到很多人 不只是大陆人 台湾有很多人 父母不会的话 子女就不会 那子女不会的话 他旁边没有善缘 也就是没有善知识 什么叫善知识呢 不是只有佛经 懂佛经的人才叫善知识 善知识就是说 善人行必有我时间起 择其善者而从之 择其恶者而改之 所谓善者就是 比你有专长的人 你就跟他学习 哪怕是偷学 旁观也可以 像我们从小就看到蛙人 那蛙人有将我们潜水吗 水被潜水 没有 还有那些国手在这边练习的时候 他有来指点我们 没有 我们就从旁边偷学 看你怎么转弯 翻身怎么样 这些然后我们再来尝试 尝试到某一个程度之后 然后有机会碰到他的时候 跟他讲说 你能不能指点我一下 他说你游游看 你这样就对了 我也是这样而已 因为你已经模仿 就是偷学嘛 凡子总统都是家学渊源 因为我从小 在蛙人村长大 出生长大 所以我们对游泳 是非常之重视的 所以我的孩子通通都会 这上面的飞行 骑马射舰 风浪板 帆船 武术 还有这些音乐 舞蹈 戏剧 在我儿女在18岁 高中毕业以前 全部交完了 所以他们高中毕业之后 这个远洋 高飞远洋了 去外地读大学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讲 他们高中毕业了 我也毕业了 因为都交完了嘛 但是很多家长他不会 因为我刚才讲过 大家都是出生在 这个眷村清平的环境长大 但是有的人 他仍然还有梦想 他仍然还会有渴望 但很多人没有 没有的话 那就是黄鼠狼下耗子 一代不如一代 这个是蛮可悲的 那我刚才讲说 其实我刚才讲说 我突然一下 那个浩瑞威人士的 那个心态又跑出来 我很想说 跟那个家长 来来来 你的孩子 我教他 但是我立刻指出 因为我是职业身手 我不能够 自树修以上 无未尝无悔 但他跟我没有什么 师徒师生关系 我干嘛要教他呢 我何必要这样子 击破呢 而且这能有危险性 我自己的孩子如何保护他 我知道 就算摔到 他也不会责怪我 那别人的孩子 那就不是这样 那可能会变成一个法律问题 所以就不要去找一个麻烦 我就看到以后 我只能够茶语同情吧 远处看看 听一听 然后我就觉得说 蛮可惜的 这孩子在该会的时候 他不会的话 他这一辈子就不会了 像比如说游泳 就这样 那飞行那就不是 还有这边骑马射箭 还有一大堆东西呢 这就是看你这个家学渊源 所谓的乘船就是这样 那父母如果不会的话 那就其实子女 说句实话天生就是弱势 因为他没有机会接触 如果他在后天里面 又没有所谓的良师益友的话 那他就终身 无望 就是这样 以上就跟各位分享 我这边有 跟读堂飞行禅 无冲城冒险学校 无冲城为电影工作室 有很多的活动都在等待你 这个 来学习 自速修以上 无为常无回 我说过 这里面没有免费的活动 都是 都是收费 但是 I am waiting for you Are you ready? Welcome to here OK 那这些东西就是跟你讲的 如果说你要措施就拉到 那有缘的话 大家就见面 以上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个家学渊源与乘船 这是我最近的感想 谢谢